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多伦多直播加拿大生活 我是Jeffrey 李继铭 有一句话叫做一叶之秋 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盆栽 Bonsai 它是Amer Maple 看一下它的叶子 都已经有一点点泛红 可以看得出来 秋天其实是做园艺最好的一个季节 有人以为是春天 其实春天排第二 秋天是最好的 然后旁边这一盆 是我最近做的一个小盆栽 如果有这张白纸 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你们看到这是一棵Pi 一棵松树 但是什么Pi我还不知道 可能要长大一点才小的 所以今天我的节目里面 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 怎么样在你花园里面 可以找到无尽的宝藏 然后用这些上天赐给我们免费的植物 来做成非常可爱的Bonsai 盆栽 这个地方是我的前院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奇妙 只要你注意看 其实到处都是可爱的植物 我举一个例子 我们说你这边可以看到 这也是另外一棵松 它因为接近这个树干比较近 而且看它这个样子大概有三到五年 所以它的根已经发展得很好 所以我不去碰它 另外呢 看这边其有一棵小树 就是Amor Maple 那边也是一棵 那边也是一棵 然后今天呢 我准备要做成这个Bonsai的是这一棵 这一棵牌 你看到听到是我的邻居 OK 好 因为正好这个旁边的石头呢 造成了这一棵小牌 你看 它虽然才小小的 但它已经发展出 它的自己形态的一个个性 弯曲的 非常非常的美 所以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一棵呢 要移植到盆子里面 你不要小看它 有时候它的根呢 盘根交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树 离它小树根呢 远一点的地方 远一点的地方 把它挖起来 然后它既然自然的 种子掉到这个地方长起来 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它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你尽量旁边的土 把它维持住 要把它维持住 不要就光秃秃的 把根都拉起来 好 我们尽量 尽量把这边的土 给它 给它包裹住 接下来我介绍土壤 这个叫Compost 就是 有机土 有机土 Compost 这个呢 是 Potting soil 就是种在 盆子里面的 特别用的土壤 因为这盆子里 你知道它跟大自然的接触 是隔离的 所以它们的配方都不一样 通常我会用这两种土 把它混合在一起 听到没有 这个是禅民 通常在 听到这个声音 你就知道秋天要来了 虽然今天是9月4号距离真正的秋天 Officially 就是官方日历上秋天还有18天 但是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秋天要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就要移植 您看到这个是一个排水网 因为我们在盆子的这个底下都有一个排水口 都有一个排水口 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呢 你随便在花园里面 找一个小砖块小石头都可以 只要它不是很平 因为太平的话 水就不能通过了 然后放在中间 我正好有这个排水网 好 然后把我刚刚的那个图把它放上 然后这个是 刚刚从前院移植下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牵上一点点美学 就是如果把这个盆栽种在这个小植物 不能在盆子的中间 以后它就在正中间长 那不是很漂亮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它因为有这个斜度 你看这个弯度 所以我要利用这个弯度 也就是说以后你希望 这个松是往这个盆的外面长呢 还是往里面长 这牵涉到你现在怎么样来 放这个小松处 好 现在几乎呢 这个小小的盆栽呢 就罢工告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点 稍微修饰美化的工作 还不说石头 到处都有 你就找一点 很具有东方味道的石头 不管你是横的放 直的放 或是立在这都可以 立在这都可以 然后呢 再放一点苔藓 你那花园里面呢 我相信只要你注意的话 到处都是美丽的苔藓 然后你就把苔藓呢 就放在这个里面 它慢慢就会长 非常谢谢你收看今天的 多人多直播 加拿大生活 我是李继民 我们下一次再会 我们下一次再会儿的苔藓呢 我们下一次再会儿的苔藓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